我爱好看 双眼间开始晚期新闻 我是依儒 本土疫情是越来越严峻了 在今天我国新增了17801例的本土个案 而其中有7例是重症个案 还包含了一位未满一岁的女婴 她本身没有接触史 家人也没有染疫 不过4月26号的时候 她发烧到了39度 4月28号症状恶化 紧急的送医插管治疗 另外还有一名20多岁的女性 她打满了三剂疫苗 本身没有慢性病史 她也是在4月26号的时候发病 结果过了两天症状恶化 现在也是在插管救治当中 那么两位都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 变成了重症 医生特别提醒了 年纪越小的小朋友 病程的变化快速 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 本土确认个案不断创新高 2号新增7例重症 其中有3例死亡 而重症个案中出现相当年轻个案 包括一名未满一岁女婴 以及一名二十多岁女性 两者共同点都是 病程快速短时间变重症 目前都在加护病房救治中 重症的证明未满一岁女婴 没有接触史 家人也没有染疫 4月26号发病 发烧到39度 送医后返家照顾 只是4月28号症状恶化 出现呼吸困难 血压胀利状况 送医后参与确诊 目前在加护病房插管治疗 另一位重症的是二十多岁女性 打满三剂疫苗也没有慢性病史 4月26号出现发烧及腹泻症状 送医财眼确诊 返回家中照顾 28号症状恶化 上吐下泻 29号再度到医院治疗 出现肾功能异常状况 30号症状更恶化 败血症 甚至意识改变 紧急插管救治 两名重症病程都十分快速 尤其女婴才短短两天 病情就快速恶化 也引起医界重视 特别是一岁以下的小孩子 他们的免疫力比较差 变化比较快 虽然大部分的新冠肺炎患者 在儿童身上 多是比较持轻症或无症状 但是对一岁以下的小孩子 要特别小心 二十多岁的年龄层 在今年到现在 大概有两万例左右 中重度以上的个案 加上这一例的话 是有十二例 大概还是在这个 万分之五万分之六的 这个情形 年纪轻的患者 由于多数轻症 容易被轻忽 但也一年纪少 发育还不成熟 反而病程更快速 家长不容轻忽 这综合报导